丈夫和妻子必須了解他們的首要召喚 永遠不會卸任的召喚 亦就是彼此照顧 然後看顧兒女 我們的親戚中的一大發現就是 對於真正重要的事 我們從子女身上學到的 遠比我們以往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多 我們會逐漸明白以賽亞的語言 小孩子要牽引他們這句話所蘊含的真理